經典電影中男主角馬修麥康納帶著電腦足跡遍佈全球甚至是外太空 手中閃閃發亮的螢幕來自台灣 產品廠進好萊塢前要經過3500萬次的點擊 以及240小時高低溫的反覆測試 極地高山高溫火場都不成問題 軍規的話因為他用的很多地方其實是屬於戶外 比較在使用上更嚴苛的一個環境 所以說他在很多的耐受性上面就是必須要做到更好 也讓資本額2000萬2002年才成立的光電廠 2017年營收繳出12億成績 因為走消費類我們有很多的一些庫存 到最後都打掉了 回過頭來專注於工控及產業類型的 這個觸控面板的發展 走進產線大燈不開只有工作站亮著光 避免影響員工檢測 這片面板上有9層材料貼合 有別於一般製程溫度150度 我們把它拉高到500度 我們可以把我們所有的線路 跟我們的玻璃基板做一個燒結的動作 那可以讓整個產品的信賴性可以提升 過去在消費類的產線 他們大概一次的換 一天大概生產兩三種產品 我們的產線一天有二三十種產品在產線流動 少量多樣切出市場區隔 全球大約300個客戶平均毛利率22% 一片片面板乖乖排隊等著洗掉 附著在身上的油墨UV等揮發物 如何省水也有訣竅 我們是使用的乾式的一個乾式的製程 所以相對來說我們在這個污水的排放 或者是說在廢水或是用水這一塊 其實都比這種大量生產的消費型的 這種面板廠要來的少得非常非常多 觸控面板廠擺脫產業400多位員工 繼續擦亮台灣之光 東三彩虛的產品揚昭 桃園報導 桃園報導 我們今天新介紹 出品的事情 感谢观看